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相,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首相当中的一些内容啊 这个是小川字长啊 小川字长呢是利于啊 在外面闯荡发展啊 但是呢 他这个在外面发展的机会会多一些 但是呢他这个天文呢 往上走冲了指缝 容易有机会难把握 但是他这个天文上跳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心性高追求高利于晋升 是个事业心还是比较强的 这个手工财工啊 比较饱满有肉财云网 而且呢川字长加这个袁宝文 袁宝文呢上面有一些不封口啊 有漏财的这个格局 同时呢在这个赶金线上方有这个金房子文啊 这是成为富婆的根基啊 这个川字文是不立情缘 但是人文尾部分叉 容易有一些什么 泛滥桃花 泛情商 这是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段掌和假段掌啊 段掌呢只有两条文路啊 帝文和节文啊 就是说节文就是这个段掌文啊 假段掌呢除了这两条文路之外啊 还有一条财线和事业线啊 段掌之人性格脾气不好异欲怒意冲动啊 不得帮扶之力 凡事呢都靠自己努力啊 初期呢波折阻碍多 这个假段掌呢没有这么波动啊 要稳定一些啊 段掌之人呢要主动的出去闯一闯 化波折为魔力啊 所以说才能够早日的闯出一片天地 假段掌呢是立贵立于事业 甚至可以办公门发展啊 不论哪一类段掌啊 接客因缘犯情商 这是假段掌 和真段掌啊 这两个段掌都是不利于情缘的啊 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是天文 天文充客财工 初期财运不稳定啊 初期有些波折起伏 包括世界和财运啊 元宝文尾部呢有三角文啊 做生意啊容易啊 有三角恋啊 容易有一些麻烦事情啊 这个因为感情而影响到生意 另外呢 气色晦暗 说明近期运势不利啊 近两年不得运 没运啊 麻烦事啊 比较多 好了 有关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文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 两面像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